哈喽,大家好,我是长龙大学资讯工程学系杨佩晶老师 那呢,我是毕业于长龙大学资讯管理学系 以及长龙大学资讯管理研究所 我主要任教的科目是跟人工智慧相关的一个科目 在这个科目呢,其实是因为产业界会有很大的一个需求量 所以呢,这些科目呢,系上也增加了蛮多的 早期呢,我的研究呢,是跟体能活动辨识有关 那在体能活动辨识呢,其实辨识完的结果 其实可以应用在很多的领域 那我早期是focus在所谓的健康照顾 以及所谓的健康促进的领域 透过这感测器的一个辨识的一个结果 之后呢,我可以做后续的一个应用 除了做学术以外呢,还会做应用开发 比方说把这个结果呢,做成了一个游戏 那促进同学或者促进长辈们 他们去透过游戏的一个过程中呢 然后提升自己的体能活动量 现在人工智慧非常的盛行 深度学习也非常的盛行 那我们也逐步呢,把之前的这些相关的一个研究过程呢 研究的东西呢,把它换成所谓的深度学习的相关技术 那会应用在所谓的健康照顾 或者是其他的领域其实都是可以用的 那为什么人工智慧会这么的夯呢 其实是产业现在都面临所谓的数位转型 那这数位转型呢,其实是需要技术的导入 以及去做一个创新应用的开发 因应这样的呢,我们本学院呢 成立了所谓的人工智慧研究中心 那如果同学呢,您对人工智慧有兴趣 或者是说您对人工智慧应用在健康处境 或者是健康照顾等等相关领域有兴趣呢 也欢迎可以跟我们做一个联系